在問 但是呢你要進到下一步了 這不只是你使用你有沒有訂閱而已 那 每次問下來 這個 這個蠻奇怪的 那現在我們要進到下一步 就你要做這個給別人用 那這個也推廣得很快 像我想這邊同學大概都是 去年才修那個 去年或前年修那個web的這個fundamental的這個課的 那像我今年換了一個課本 換了一個課本以後 那下面的某些很多的投影片 就從這個課本的投影片拿出來 所以它已經往下在走了 就是我們在這個 所以這門課我們明年就不開了 就是因為它已經往下面走了 這門課裡面很主要的東西 以後在大二的時候都會都會談 那 所以就包含SSA等 等一下有一部分投影片 是從這個今年的這個 大二的課程的投影片裡面提出來的 那 像SML的東西也通通搬到上學期去上用 所以下一學就不上XML的課了 那 ATRON它跟 RSS主要都是為 sindication 做publisher publish information 就是我要 我要把什麼我最新的資料 丟給 丟給 丟給這個client 丟給某些這些人 然後做一些這個聚合的動作 那 ATRON跟 SS RSS 它 把這個 我 裡面 到底有哪些東西 有新的資料 什麼時間 地點 或某些訊息 我 用SML的格式 所以它都是SML SML格式 把它丟給 這個 使用者 使用者知道 現在有 有什麼樣新的變化 然後再來決定 我要不要繼續做下面的動作 那 當然這個是機器在做的 那 怎麼樣做出 有這個平台 有RSS ATRON平台 那怎麼樣做出好的應用出來 那這個就是 要看你 你這個 設計者的創意有多少 那怎麼樣讓使用者更方便 那 ATRON跟RSS 就一直搞不清楚 它為什麼要這個東西 又是 又是SML 那 其實它的用途是 在擴充到未來 像GDATA 我們這第三堂課 談GDATA 它就是ATRON的一個擴充 那它就符合 ATRON1.0 RSS2.0 的一個擴充的 而已 那這樣講起來很小 但是因為是Google的擴充 所以它也變成標準 就跟我們SML 是一個基本的東西 那MassSML 就是 做數學的標準 對 MusicSML Music這個部分的標準 那 那ATRON出來以後 那GDATA 它所有Google應用 要AccessDATA的時候 那 Google它自己弄了一個 這個ATRON的擴充 這個是一些基本的這個概念 那 那它 因為SML格式 它提供這個 Interoperability 就是能夠 跨平台的互運 然後呢 跟應用能夠分開 因為它 它代表一個資訊 代表內容 然後呢 Pull跟Push 這個應該大家就比較清楚 就是說 我們如果是直接去 哪個網頁去抓 那我們是去Pull 對不對 那 RSS通常都說 這個是 我有什麼樣的新的訊息產生 或是我的 Calendar上面 我有發生一個新的事件 對 那我要通知 通知這個 訂閱我這些 Calendar的人 那這個時候我就Push 對 我把 我做一個 Calendar的這個 RSS或ATAM 或是GDATA 然後Push到 相關的程式 然後 然後就知道這個事件 發生了 或是 我更改我的行程 我做等等 所以是Push的形式來做 那當然 RSS跟ATAM 它都只是 一個檔案 對 一個ASML檔案 那如果要它真正運作的時候呢 還需要一個 Protocol 那所以就有這個 ATAM Publishing Protocol 這是很新的 Protocol 已經 那它是HTBase的這個 Protocol Managing Web Resources 那它的內容 它傳遞的內容就是 SML 那就是 IS跟ATAM 那我們在 傳統 我們有訂閱 如果已經有訂閱這些 用ISATAM 用Blockline 用Google Reader 你已經在訂閱這些 新聞 訂閱這個 的人的話呢 那 那事實上你只是指在訂閱而已 訂閱就是讀而已 對 內容的會聚合 可是這個ATAM的 Publishing Protocol 或者是ATAM Publish Protocol 就是ATAM Publish Protocol 這個Protocol呢 它讓我們透過HTBASML 不只是訂閱 而且我還可以做什麼 新增刪除查詢修改 查詢就是訂閱 就是訂閱 然後就是我讀 那你甚至可以去加 我可以做遠端管理 或者是我去修改 或者是我遠端去 所以這個IS Read 不只是Reader而已 你可以去做各種的處理 所以事實上這個GDATA 它的核心的Protocol 就是這個ATAM Publish Protocol 所以這個不只是訂閱 所以它在這個層次裡面 它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你可以想到的事情 等於它定了 比我們HEP跟這個SML 更上面一層 它就定了一個新的標準 那這個標準裡面 不只是網頁 然後可以任何的Micro Format 你的日曆等等等等 只要是SML的格式 做人RSS的這個 你都可以去 那當然它是透過HTTP 所以它的這個 這個ATAM Publishing Protocol 它的這個Request Type 就是那個HTTP裡面的那些東西 的PostDelete 然後這個PutGet 就這些 這一些 GET就是去Read的 Put的話就是寫入 那Post的Post 通常就是說Update 然後Delete 然後就要Delete掉 這個 所以這個 上次我們有講的 這就是所謂的 一般人有就Crop Create,Read,Update,Delete 當然是Crop 或者是中文 因為幾十年來就新增 是跟那個順序不一樣 新增三逐查詢修改 Crop 同樣的事情 那你要做任何東西 就是要做這些動作 那我在HEP裡面要做的話 就是在HEP的那個Method 就是Request Method裡面呢 我們有GET Post 你知道 GET就是去讀網頁進來 Post的話東西傳過去 可是修改那邊的東西 那Delete跟Post 有時候有防火牆的限制 我們要把它改成 用Post來做 但是 基本上 這些東西都可以達成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 最基本的概念 那RISS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歷史很長 歷史的部分 我就不多談了 過它的名字有好幾個 有一個叫 RDF Size Summary 也是這個 RDF是Resource Description Framework 如果做上過ASML課程 應該有同學做過這個專題 然後呢 又是Ridge Size Summary 或 從0點幾到1點幾到2點幾 其實每一樣格式都不一樣 但做的事情類似 所以經過了一段 戰國時期的好幾年的 競爭演化以後 那RISS2.0跟ATOM 這兩個東西 基本 你說那麼多格式 我到底要哪一個 有一些過去式的 你就不用去管 那目前就RISS2.0跟ATOM1.0 大概是 在未來 而且大部分的那個 Leaders 所有都支持 所以你大概不用去管 那個裡面格式的細節 那最新的要管 他用ATOM來做 那GDATA 因為我們要寫程式 要直接處理的 那就要管 那如果你要做 SML Parser的話 你要去Parse 那個檔案的話 那你就要管 那現在SML Parser 你修過SML課的人 大概就不會 不會再做 因為你知道自己寫 那個是很累的事情 所以你就會找工具來做 所以你就不用去管那個格式了 不要傻傻的自己來寫 這個那就 不過我相信我們同學不會那麼傻的 因為要大家寫都不會寫 那不會主動的自己去寫 一定會去找工具的 那這個 那它是SML 那它的Feed 為什麼叫Feed Feed就是一個檔案 就是包含它的 它的就是 我們等於 由那個網站 送一個RISS的檔案過來 那叫做Feed Feed到我Client端的這個軟體 那 那Feed裡面它的格式是什麼 還有root 還有版本 然後有channel channel這個東西 其實在IE4.0裡面 它就有了 就是這個 等於說我開好多個channel 傳遞訊息過來 這個 其實是蠻早就有的東西 應該說上個世紀很早的 IE4.0 不是 IE4.0以後 微軟就開始睡覺了 它就 就開始這個 這個 它覺得它就是 世界就已經統一了 因為未來大家就過了和平安詳的日子 沒想到後面還會有變化 睡了很久 那 在IE4.0的時候 其實它的那個 微軟就已經把push 跟channel 放到 那時候它剛剛把Nescape打敗 所以它把push跟channel 這些東西 它都擺 很少人用 可是其實在IE4.0裡面就是support 那 那叫CDF 那 現在不用管它了 那 那時候就有了 所以 後來線在IE4.0裡面 當然也包含了這些 這些 是sml格式 然後裡面有item 等一下我們會看看例子 那 在 2.0裡面 它有所謂chart element descript 這些東西你一看就知道 不用去記它的語法 你看就OK了 然後它的這個 Aggregator 那Aggregator是什麼 Aggregator就是那個程式的 就是我 所以這個名字要稍微注意一下 Feed就是那個檔案 Aggregator就是那個程式 那這程式我們現在 早期我們都要自己的